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很開心齁 今天有 應該是 要跟兩點鐘的時間 可以直接 和各位共同 來探討 來研究 我們被暗藏 以及錯誤 的歷史 和真的 所以我們 本土台灣人 應該 要了解的東西 就是國際法例 剛才我們是要照到國際法例 讓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想法 對不起 在這 我還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目前 我姓吳吼 火天吳 不然 擔任到 身體主 理事 的這個節目 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有的新聞 都是同心 職務的名稱 只是代表說 他所負責的區域 或者是 他的目前的職責 如此而已 所以說 未來 我們 你們 和我 我們都叫做什麼 同心 同心 啊同心就要怎樣 對 對 就要怎樣 當然是 同心就要同心嘛 不是這樣 再來 看法來怎樣 不一樣嗎 對 所以要同心 對 所以要同心 因為我們心 都一樣 什麼我們的心 一樣 為八歲來怎樣 給我 為八歲 為人民來怎樣 給我 給我們 看法 要一樣 看法 看法 之後 我們叫做什麼 怕一樣 會 路 所以說 既然是同心 我們就要怎樣 要來當見 要來怎樣 來當行 其實 我親自在 在說 說這個口 人人說 真好說 因為 各位 這幾天 他聽的都聽了 所以說 對這個口 我可以 天馬行風 然後來複習 那 如果 再換一句話來講 這個口 也是 相反的 尤其是 尖對我 我對 國際的法理 真的 人事有 比較添薄 也沒有 什麼 所以說 曾經 有同心 給我們歡迎 欸 是不是可以建議 中央 那 我們把 每個講師的課程 都應該 要不一樣 我說 你這個建議 真好 不過 我一家也要請教 我們各位 本土的人 經過幾十年的 洗腦教育 是不是將近七十年 對不對 我們敢有可能說 用 很多的時間 就把我們所有的整個 一些 腦袋裡面的東西 全部把它 清理乾淨 把它全部拿掉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 可能是 有所困難 畢竟對我來說 有可能 我比較沒有那種 靈靈 我比較沒有那種靈靈 所以說 我們要了解 就是 健康的什麼 歷史 因為歷史 是不行 不容被怎麼樣 扭曲 也不容被 抹滅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 說 現在 最近 因為 台風進行 我們都知道 這些 國中生 高中生 在發起什麼 反課綱 所以說 就代表說 我們 大民政府 的努力 跟打拼 是不是 有成果出現了 這學生小孩 知道說 歷史就是歷史 你怎麼可以隨隨便便 去做改變 甚至 去彈化 甚至去扭曲 我相信說 這兩天 很多工師 有說到我們 歷史的問題 說到我們 台灣的國際地位 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說這些事情 就是要讓我們了解 我們這麼說 我們是什麼人 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什麼 我們的未來 要怎麼去 要從什麼方向去 今天這個題目叫做什麼 對 這個啊 我們來向上探討一個問題 以前的革命 有什麼要革命 為什麼要革命 有可能 感覺說 這個政府不好 這個國家 這個領土者不好 我要把他換掉 不過 如果經過經歷 我們所了解的歷史 我們有去過紫禁城嗎 就北京 那個中國 那個北京 現在說 他們改做故宮 以前叫做紫禁城嘛 紫禁城是什麼人 大的地方 公地大的地方嘛 你看喔 你如果有去過那裡 你就覺得說 被整個這樣子 萬民朝拜的那種心情 那種感覺 對中國人來說 他們的感覺是很好 反正我們也會覺得 那種感覺 因為你看喔 他在 有分 分很多很多什麼什麼公 什麼公 前清公啊 什麼公 他每個 他要休息 要創三個地方 都不一樣 他現在齁 鳳梁出來站在 那有一個 他那兩邊齁 有兩塊那個酒籠板 聽說那個酒很大塊 不知道說委隊齁 運骨子也有人說你 運到那個地方 那種地方 現在站在上面齁 然後接受整個文武百官的怎麼樣 朝拜 然後整個所有人的 整個生殺大權 都掌握在他們手上 所以說 主國以來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 這合酒必分 分酒怎麼樣 閉合 都尾到什麼火 尾到自己的什麼 尾到自己的利益 尾到自己的利益 這一個例 我們都 有看過尾小寶嗎 沒有看過 但是電視也看過 尾小寶的財物是什麼人 身平不是陳靜蘭 就算英雄也枉然 對不對 那個陳靜蘭 他的心是要幹什麼 他就是要幹什麼 要把奉帝太刁 當時是那個 尾小寶那個時候奉帝什麼人 康熙 對 康熙 我們要了解 在中國 這叫做無偏見的歷史 這歷史就是歷史 人家做得好就是做得好 人家做得不好就是做得不好 我是記得來做例 空虎做風土的時候 他和路易十六一樣 都是很年輕的時候 就接掌政權 他在你的基幹 他當然是做很多講演 平三番 什麼 然後最後面收復台灣 什麼等等 這我們不要去講 就是說 當時空虎做風土的時候 八生是怎樣 岩基六頁 那孩子怎樣 人人有書可以念 認真說 這是不是算一個怎樣 好風土 對不對 不過 他從進來來講 他就認為說 他是民調的人 他不管說 我發動 把皇帝殺掉 等同是不是也在發動革命 對不對 他不會去想說 我來發動這個革命 對這個八生 是好 是失敗 清條空虎風土的時候 他不會比 明朝 後來的這個風土做得比較壞 不會 可是你看喔 他只是為了個人的想法 為了個人的私利 然後他就想要來怎麼樣 做這些事情 他並沒有怎樣 考慮怎麼樣 整個大局 所以說以前的這些革命 都要怎樣 流血 流淚 要下什麼會 語氣決別書 誒 依應欺欺欺如霧啊 我們主義前 踏車圈 都哪有踏到這裡 你們居民的語氣決別書 我想要請教大家各位 來 大家各位 有贊成這種革命的想要抓手 有希望說 把你最疼的 學生的驚禮 送去 去戰爭的 抓手 憑慕嘛 所以說 我們用到什麼會 為什麼說快樂 快樂怎麼樣 法理革命 因為我們是借到 法理 要來怎麼樣 讓整個這個政權 和平轉離 這個法理 就是 我們現在所要了解 叫什麼 國際法理 那國際法理 它當然包含了戰爭法 包含了萬國公法 以及包含了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這班 是什麼班 初級班對不對 然後初級班 必須有一些觀念 一定要建立的 是什麼 對 這位童心很認真 就是什麼 日俗怎麼樣 美戰 所以說 我們這些問題 我們要很清楚 很了解 不可以去 勝負去 因為戰爭 我們有一個學員 他是 人真說 算是 黨外的 佔有很高地位的 一個人 他也來想我們的 初級班 想到 高級班 有一次 我去 拜訪的時候 希望說 他可以更 介紹更優秀 和各位一樣的 可以來我們台南民政府 幫我們台灣人 來打招 結果 你不知道他跟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台灣 到現在 他又是 市民地 這幾個有證明 殖民地啊 他說 台灣 到目前為止 依然是殖民地 可見說 他初級班 跟國級班 怎麼 有在聽 沒有在聽 我們也 很害怕 還有這個問題 也有可能說 他來聽的時候 是正確的 不過 回去之後 他還在那裡 那些有的 沒有的 做什麼 以前那些七十年的 洗腦的觀念 一樣 又存在 所以 目前 對大部分的 本好台灣人 那種 整個 我們台灣的整個國際地位的認同 辨識 幾乎是完全喪失的 他們跟無情為止 包含現在很多學者喔 他們又認為說 台灣是怎樣 是民地 因為怎樣 他們沒有接受怎麼樣 國際法理 國際戰爭法 怎麼樣 的洗禮 的培訓 所以這就是怎樣 我們要了解 什麼叫做 日俗 美戰 什麼叫做 流亡 怎麼樣 不得 怎麼樣 就地合法 占領怎麼樣 不能移轉主權 不能移轉主權 我們 這些東西 一定要很清楚 要很了解 尤其是我們 對著 過期的 這些 流氓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我們要 有一個 真親的 認識 知道 我們在分組 討論的時候 有一位 動心說 我很討厭日本人 我不要讓日本人管 我尊重 我們動心的看法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的看法 想法 見解 我們 要 一概的 怎麼樣 去接受 但接受 代表我們認不認同 不代表喔 像人家沒在把我黏 我一定 是 是 是 我說是 跟他點頭 代表我就認同他的想法 跟看法嗎 不是 只是因為好男不嬰女鬥 因為你不要插她 比較沒事 你知道嗎 你如果插她 那不會痠 你知道嗎 你現在沒有插她 一定要是是是 是是 對對對 老婆講的都是對的 她就鬆快 你知道嗎 她就不繼續這樣 像媽媽這樣 在雙胖旁邊 一直疲勞風扎 她疼我也覺得很疼 所以她在說什麼 我都說 是是是 對對對 這樣就好了 這樣比較沒問題 點頭微笑 並不代表 我完全接受跟認同 可是在這邊呢 我們還是要 我們來想這個問題喔 我相信 這個童心 還有我遇到的 我要去跟隨便 給她來上課 很多我們好朋友 他們同樣沒有這些問題 甚至 某人這樣跟她說 我們今天可以 紅棘六葉 是因為 國民黨 來我們台灣 把我們 地理得很好 所以讓我們有飯店吃 我們如果打名 就有飯店吃 我請教各位 這句話有請客 有請客 我們都知道嘛 完全是不正客 不過咧 我們也不可以 學便 為什麼 因為那是什麼 已經過去了嘛 不過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給聽啊 記什麼 記真實的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1945年之前 那個 那個時候 就是說 國民黨在1944年的時候 全部撤到台灣來嘛 不要說1945年 10月25號來接收 這個 日本投降 這不是喔 就在那幾年的時候 台灣已經有什麼東西出來 哪有自來水呢 我們那個所謂以前的總督府啊 以前的 那個 現在的總統府啊 已經有電推啊 也已經有 那時候我們台灣就有電會了 甚至也有所謂的空調啊 現在說的 冷氣了 國民黨 他們這些 所有 土八路 來台灣的時候 看著說 喔 這個東西這樣打開 水就下來 他下去 五金行買一支 啊 回頭炒下去 開下去 咦 為什麼沒有水 就拿這個東西 去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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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買了什麼 不好的東西 好過啊 在座各位 這個教育 跟這個水準的程度 有差也不差 甚至我們知道 日本人 他在我們台灣通牒的時候 他最主張 當然是很多建設都有 但是他有很主張 兩件東西 就是我們未來 我們大民政府一樣要做的事情 我們知道 我們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的建設 有兩種東西 是完全沒有投資報酬率的 是 對整個國家的 整個預算 整個 是最多的 也是最大的 在這各位 我們知道是對兩項 蛤 對 有一個人說對了 教育 還有一項 要說這項進行 我們剛才不是說的 主來水 對不對 有什麼主來水 對我們台灣人 那麼重要 我請教在座各位 我們台灣人 以前 人都叫我們台灣 是什麼島 寶島對不對 要叫做蓬萊仙島 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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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 會你說的 我跟你說 以前 台灣叫做鬼島 有什麼叫做鬼島 台灣是不是地處怎麼樣 濕熱 對不對 很熱 早期的時候 衛生觀念好了 不要 不要 地處 濕熱 就會產生什麼 脹氣 我們這樣說的 有沒有 我們蓋到一個 槍裡 裡面 很多落葉 沖沙 很多東西 垃圾東西 蓋起來就變成什麼 脹氣 其實就在說什麼 雲疫 就我們現在說的 傳染病 我聽過馬拉利亞嗎 有 你應該要聽過馬拉利亞嗎 對 過 過 有什麼過島 不適合人居住 對 代表說來這裡 什麼 狹氣 會比較多 那些 瘧疾 禍亂 等等這些傳染病 當時在整個台灣 是很普遍的 只有兩種人 適合住在這裡 那是比較沒了的事情 有兩種人 就是一種我們的祖先 貧埔族的 另外一種 就是我們說的 高砂族 所以說 之前我們不來上課 之前都聽到 阿那咧 那原祖民啦 做什麼 觀念不正確 我跟你說 在這國會 對於說你是中國人 包含我 我們都是怎麼樣 貧埔族的後代 這兩天 剛書有說到嗎 有 所以說 我們在馬街醫院的 林瑪麗 林醫師 他就 我們也可以叫他抽 我們也可以叫他抽 你看看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整個 手腕和輪 腳趾頭 這些 來檢測自己 但 最清楚 最明白 最科學的就是 醜學 你如果 你如果 開萬多 去 叫他把你檢測 檢測你的 檢測 我相信 在座各位 他說 我們 住在台灣的 這些 台灣人 這些八成 百分之八十四 都是怎麼樣 貧埔族的怎麼樣 那些人 後代 以前 我聽過 佛爾摩萨 有沒有 佛爾摩萨 這個名稱 是什麼人來 什麼人好的 對 西班牙 因為西班牙 他是在1626年的時候 從北部 淡水 進來 他們進來 當然是他們為了 要做什麼 手腕 因為那時候他們在 府里邊做生理 早期殖民地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 殖民的方式 它大概有幾種方式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因為今天時間不是很多 我是說到說 我們台灣 有什麼這個 佛爾摩萨 就是說 西班牙的商船 他靠近整個台灣的時候 他看到 哇 這個島這麼漂亮 他在說 哇佛爾摩萨 這是西班牙的 是一個很漂亮的島嶼 現在我們說 我們是什麼人 本土什麼人 沒有 比較大聲 沒關係啦 我們是台灣人對不對 台灣怎麼來 台灣名稱怎麼來的 我們有去追根溯源嗎 有嗎 好來 這位同心 我請教你 台灣怎麼來 這個名稱怎麼來的 真的耶 你從教科書上 或者怎麼樣 你看佛爾摩萨我們都知道啊 是西班牙的 那個 幫我們取的名字啊 那個台灣呢 其實台灣 是客家話 是客家語 是客家語 早期喔 也聽過 什麼什麼 唐山過台灣嗎 有沒有 有沒有 齁 所以說 我們在座各位 我們以前都被洗腦去嘛 我們 我們是從那邊過來的啦 我們整個 學藝當中 留有很多是中國人的學藝啦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啦 是不是要這樣把我們洗腦 對不對 好 我要請教各位 在那清條的時候 甚至更早的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啊 女人可不可以上船 準啦 不是上船喔 上船 不行喔 所以說 早期 長山過台灣 有沒有聽過 有長山講沒有什麼 長山嘛 對不對 你看喔 一個男人 他們來到這裡 有兩種原因嘛 一種就是被流放 在那裡犯罪走路 那第二種呢 就是真的 也在那裡換不下去了 希望說來這裡 怎麼 要開睡 不過他要經過黑水糕的時候 整個我們要知道齁 在整個 台灣海峽其實它的風浪 它並不是很平順 再來 我們剛才有說到喔 台灣是什麼島 幾島 幾島對不對 所以說 早期 早期 我們來台灣的時候 十個 會四六個 有的有可能在海峽 就 翁身去了 有的是 來到這裡 染病 剩幾個 是不是剩四個 對不對 來十個 四六個是不是剩四個 對不對 那兩個齁 不敢大 你又會回去 回去 那是不是剩老兩個 四六個要怎樣 你第三個 我第三個 我現在我這裡台灣對不對 我問你說 阿摩米浪啊 你台灣嗎 你給我印什麼 我台灣了啦 我也台灣了 阿摩米浪啊 那個聽不懂嗎 我剛剛這樣講 聽不懂嗎 所以台灣 台灣台灣喔 阿摩米浪 沒有你台灣 這個名詞 哪裡來的 那其實這個又講到 怎麼樣 其實 在整個台灣的歷史當中 大概我們分成 六個階段 六個階段 早期的原住民時代 就是高沙 平浦族 我們平浦族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 叫大渡王朝 大渡王啊 大渡那個大渡啊 聽說他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 他們都 坐在轎 有齁 就像現在那個 那個營神賽會 齁 不是有抗處頂的喔 沒有抗處頂的 那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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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偷偷看 不是那個大園 我說這個好像 這個壞音都沒有什麼標準 不好意思 做成你的困難 那個園 是一圓兩的園 不是一塊兩塊圓 圓滿的園啦 叫大圓 圓滿的園 就是現在這個什麼地方 台南 安平 昆森 我聽過南昆森 有沒有聽過南昆森 五輔千歲 這位童心 戴眼鏡的童心 你跟他兩眼茫然 我在講什麼你跟他都聽不懂 昆森聽過嗎 不是喔 你是中國人嗎 台灣人喔 唉唷 抱歉 那可能你都駐北 南昆森啦 沒有啦 因為 不是 我現在在講的是 當時的地名 地名 他現在講的南昆森 是五輔千歲的啊 他是扣的那個名字叫南昆森 其實那個所在叫做昆森 叫做昆森 因為這早期的地名 我們現在講的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扎當時 那個地理的名字 以及當時候 整個我們大渡王朝 分佈的區域 代表反而比較看 大部分都是什麼 客家人 那如果說在 這個 東石 布袋 沿海這一帶 大部分就是什麼 那個 專家 將家 這個人 比較多 因為東石是 荷蘭人 他們在1624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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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比西班人 以前進來台灣 他們就是為何 南部 我跟他講的這個 說來這裡起來 當時候 我們整個祖先的語言齁 有幾十種耶 高砂族不算喔 剛才我們平埔族的語言齁 就很多種耶 有幾十種 就是荷蘭人啊 將這個 統一 用官方的語言 叫新港語 新港啊 用這個新港語 動作啊 官方語言 啊為什麼 荷蘭 荷蘭人 他要 叫這個 客家人 這個閩南人 來啊 幫他們怎麼樣 做啊 反應 和我們 當時的祖先啊 就我們講的 那個平埔族 高砂族 他要做什麼 做生理 因為那個時候 荷蘭 這是 很奇妙的事情 荷蘭人 他1624年 進來台灣對不對 你知道 西班牙人在1626年喔 你知道那時候 在荷蘭啊 他在怕什麼政經 獨立戰爭 因為荷蘭 當時是 西班牙的什麼 殖民地 所以說 你看喔 打仗需要什麼 大量的什麼 武器 還有一定要什麼 祖丸嘛 所以說 以前的歷史 還是我們的整個教科書 都跟我們講 荷蘭人來到台灣 是在做什麼動作 掠奪 詐取 我們台灣的祖丸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看這邊 對個 因為怎麼說 我剛才說到喔 你們家 來 這位童心 你們家現在大的房子幾百 沒關係 好 那這位童心 你們家現在住的房子有幾坪 三十嘛 這位童心 三十幾嘛 八的嘛 好來 我請教在座各位 我們有在做的 或是過去有在做的 怎麼拿手 沒關係都可以 好 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土地 用什麼為計算單位 家對不對 幾家 幾婚 對不對 好來 這個杜良痕 是誰幫我們建立的 是誰幫我們建立的 就是荷蘭人 不過請教各位喔 我們有吃過的土地嗎 有吃過的食欠嗎 有吃過的寒錢嗎 有吃過的感情嗎 都有嘛 這些是誰幫我們引進的 荷蘭人 這也是荷蘭人啊 荷蘭人重視怎麼樣 制度 重視安全 重視教育 所以說 台灣 有基礎 的這個 進步 和科學 都是怎麼樣 荷蘭人 對我們的貢獻 啊 這些菜 我們以前怎麼看過 我們怎麼看過 都不懂了 所以 未來 我們要做的就是什麼 無偏見怎麼樣 教育 這很重要啊 你過去 歷史就是歷史 你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啊 但是我也相信說 荷蘭人 他也是一定有為我們怎麼 取得資源嘛 取得資源嘛 那不是這樣 不過人們對我們的公憲 不能抹滅啊 再來 他讓我們本好的人 做了一件 我覺得很有意義 也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麼 免於恐懼的自由 為什麼 在荷蘭人 要來進行 我們都過到什麼生活 土匪掠奪的生活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 我們都要了解喔 沒有東西 通知 我就怎麼 成群結隊怎麼樣 去搶 去盜 以前台灣 我們叫什麼火 三月蟬 三月蟬 就是什麼 我們的露荒 都集中在怎麼樣 春季 再來喔 你荷蘑這個時候 相對的 修行就好了嗎 就不好嘛 當然是 買了什麼人 給我們整個 嘉南平原 形成一個最大的米倉 這個我們都有聽過嘛 這個我們都有聽過嘛 應該大概這兩天都 都會談到嘛 所以說 他們這裡很多 讓我們很好的制度 我們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去 我請教財就各位 教師說 你今天 你如果很有錢 你生活過得很好 不過呢 你不敢 你為什麼 走出去外面 因為你家裡走去為什麼 去用唱 去用頭 去用夾 你覺得這種生活 對你來說是好還是不好 哪怕是你再有錢喔 我正經也在說一個 真的說一個例子 如果你現在 現在是女孩子 那如果你現在又是生活在印度的話 你知道印度喔 他們是那種階級制度 分得很明顯 到目前為止喔 因為 當然是復教來說 是為印度 來發起嘛 可是到現在為止 真正的印度信封是什麼教 對 就所謂婆羅門教 那婆羅門教 到現在為止 他們的總性制度啊 階級制度 還很高喔 他們 基本上的印度分作四種 最高的叫什麼 婆羅門 婆羅門 再來什麼 撒地利 婆羅門撒地利 婆羅門撒地利 最後面一個是叫廢社啦 他們都有細種 都有細種 你現在的女兒 我相信說 很久的新聞還有喔 你晚上女孩子 要出去上廁所 一定要怎麼樣 結伴 如果沒有結伴會怎樣 不小心可能就會被侮辱 甚至你要是被侮辱的話 你如果是你的階級 是很低的話 你也找不到人 你也找不到人 我請教各位 我們有希望 去過到那種的生活 所以說整個一個 免於恐懼的生活 跟整個制度的建立的產生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怎麼樣 重要 這就是什麼 荷蘭人怎麼樣 幫我們所怎麼樣 所建立的 因為我們在教科書上 都沒有說到這些東西 包含我們的感情 整個科技的 整個新品種的改良 也是有怎麼樣 荷蘭人幫我們怎麼樣 引進的 我們這裡都沒有了解 所以說我們現在一家 我們就要怎樣 開始了解這些東西 我們再說回來說 我們草動心把我們 就是大家在分出討論 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剛才有說到 一個政府的預算 跟整個投資 最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就是什麼 教育跟什麼 衛生醫療 教育 未來 為什麼 我們大安民政府 他一樣也朝這個方向怎麼樣 去努力 所以說未來 我們有 這個動心有比較少年 還是說 我們現在 還正值四婚 或者生育的年齡 你可以假生肝 沒關係 因為未來的小孩 大小孩 都不用錢 除了我們幼稚園 念到大學 念到碩士 念到博士 都不用錢 未來 未來 我們的整個健保 都不用錢 是不是 政府對這個方向的投資 要很大 很大 很大 在早期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剛才說到 台灣那時候 為什麼 衛生觀念不好 對不對 所以傳染病很多 所以當時的日本人 幫我們建立了什麼 一般的醫院 一般的病院 就說你要把感冒 一般看 可是 如果你是傳染病呢 他還有傳染病的醫院 還有什麼 麻蜂病的醫院 我們剛才叫 熱身療養院 在迴龍那個地方 現在改成 熱身療養院 其實早期 他就是怎麼樣 麻蜂病的怎麼樣 專屬醫院 那還有一個什麼 叫肺病的醫院 醫療的肺結合 很嚴重 所以你看 他把這些病 這種病 分到怎樣 很清楚 但很重要一點 他有沒有區分說 這些醫院 只能夠 日本人去 他人人不能去 他有這樣區分 有沒有 並沒有 他是一視通人耶 你如果有 假設你如果有 這個病 這個病 你都可以去 你都可以去 再來 日本人 他很重 是怎麼 普及教育 這個人 就是整個 應該是第四任總督 叫 民食圓樂郎 那麼 你有去過日外談嗎 有沒有 日月談 水利發電 台灣銀行 就是這個 民食圓樂郎 對 這是我們的第四任總督 他把我們建立的 有些人對我們台灣的 講現講現講現 很多很多 很大的 醫療衛生的建立 包含 教育制度的建立 以及普及教育 你知道 當時候的本土台灣人 受基礎教育 普遍喔 是在小學四年級 有可能 我們現在覺得說 喔 這樣 好像 好像很假的對不對 你要了解 在 七十幾年前喔 那時候的整個教育 是全民的教育喔 甚至他 當時什麼會 你如果日常要做工作 日常要做事 你沒有時間 去學校唸書的 去學校唸書的 他可是開放 夜間的什麼 補習班喔 嘿嘿嘿 對 以前說的 沒有啦 講話 這都是在日本時代 就流下來了 這就是日本人 對我們的講義 我相信說 很多人 討厭日本人 有什麼討厭 為什麼討厭 因為習男人 聽到桌面爆炸 應該都聽到什麼話 慰安婦的事情啦 對不對 聽到什麼 一人南京大屠殺啦 這樣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因為你參加政治啦 都叫你學育 來做什麼 你說那個 日本人喔 嗯 光是這一點的話 也坦白說 也不說 對我所了解 也不說 也不說很正確 在那 這個 這剛才我們來講好不好 我們台灣人有 參議院跟中議院 因為你 我今天看來 下一節課 我們來談這個主權的問題 好不好 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會談到 公民 應有的義務 跟權力 就講到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先來講 我們為什麼 很多人 我們討厭 日本人 其實這是國民黨 給我們的觀念 叫做什麼 仇日 反美 我們以前 踏車的時候 有一個標語 叫做什麼 反共 怎麼樣 抗惡 殺豬怎麼樣 拔毛對不對 好 毛澤東跟我們有什麼事情 啊我們為什麼要抗惡 對啊 我們小孩 我們不會去想那些問題啊 慢慢我們有年會啊 我們有受教育啊 我們也了解嘛 你說反共你就算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抗惡 我們慢慢來講 好不好 我們先講到 我們剛才講的問題 為什麼討厭日本人 二二八事變 不是啦 那個 南京大屠殺 把整個南京城 30萬人 全部屠殺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在教科書上 還是電影都這樣講 對不對 甚至有很多不好看的照片 小孩 重開啦 用刺刀 把刺刀 啊 那個 把女人 然後怎麼樣 隨便亂弄啊 等等和些 不堪入目 不雅的 很殘忍的 殘暴的圖片 對不對 對 我們都受這個教友嘛 是不是這樣 是 不過教書 我們現在來講 好不好 因為這有很多 我們可以 稍微這樣子 傳叉啦 根據 當時候 他就 應該 我如果沒記錯 他 他 當時候的南京城 只有25萬人 根據歷史 他說要台30萬的 之前 那個歷史 當時的 南京什麼 25萬人而已 有什麼 多5萬出來 好 我們可以聽他們講話 唉唷 這個記載可能會有錯誤 20萬 30萬 差5萬而已 沒差這麼多 好 我們姑且相信 可是 後來呢 經過整個一個 還原 跟變造 歷史還原啦 真相還原 當時候 日軍進城的時候 相片也都出來了啊 南京城的百姓 夾到歡迎 有很多 日本軍人 在保護 這個人家是在八歲 的照片 甚至幫我們做醫療 的照片 變造 南京事件的 就是兩個人 一個叫做劉曉玲 一個叫做王曉婷 因為這兩個人 都是蔣介石身邊的人 而且都拿美國綠卡 當時候 為什麼要變造這個事件 是為了要得到怎麼樣 歐美國家 的怎麼樣 認同 支持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那時候 那時候 現在已經去到 去到一軍 打到那裡了 只到 跑到四川了嘛 所以說 他沒有那麼多的情緒 他就做這種 什麼 垃圾 好 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是日本人的講法 他自己說的啊 你說一套 他說一套嘛 好 能夠 用一些歷史來看喔 用歷史來推敲分析 因為我們沒有經過那個時代 我們沒有經過那個時代嘛 我們也不是當初是那個人嘛 可是我們可以用很多歷史 來分析 來討論 來判斷嘛 好不好 來 1941年 那一年 發生一件事情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1941年 12月7號 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有聽過珍珠港事件嗎 有沒有聽過珍珠港事件 日軍偷襲珍珠港啊 有沒有 他在一區蘇英尼 12月7號 那個日軍去什麼 空襲那個 那個夏威夷珍珠港 12月8號 美國國會對日宣戰 12月9號 蔣介石 他跟著對日宣戰 1937年7月7日 羅漢高橋事件的時候 日本 跟中華民國在打 那時候為什麼他不要對日宣戰 為什麼要等到12月9號 當然是跟著美國屁股後面 這也知道這是他的企圖嘛 好 在那冬年喔 1941年的3月 其實那個時候 在河南這個地方 就已經沒落後了 幾年沒落後 到那年的年代 金戒祖又向日本 選選 我們有做過兵的都知道 三軍衛動什麼要先行 糧草要先行 對不對 所以說在那個時候 金戒祖 下一個軍令 要 其他地方我們不要說 要河南省 省長交出 三千萬彈的軍糧 我們想看看喔 在1941年 三月 就開始了哪 沒有落後 還有濃縮 一定沒有 我們知道 一直到四二年 一直到四二年喔 其實已經怎麼樣 搖死三百萬人了 我們去 搖過嗎 你知道搖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當時候 有手皮吃到沒有手皮 有草子 吃到沒有草子 甚至已經怎麼樣 他們都在頭 套做一個 黏黏的拼 把 煮好頂頂 烤好頂頂 來吃 甚至當初是 過到什麼一隻 一隻 一隻而死 你們兒子我不敢吃 我的兒子不敢吃 不然我們來交換 這樣有鼻子嗎 一隻而死 當時候的省長李培基 發了六次的電報 跟蔣介石說 說 目前現在的情形 其實是沒辦法 籌措這些軍糧 不過現在就 他感覺說 政經 打贏的比較重要 他一樣 不理百姓的死活 你夭食 你換小孩吃 那是你們家的事 甚至還發生一個事 像我們有這麼漂亮的童心 那家裡 吳家游女出長城 你可不可以知道 一個女兒子 娶得大 到賣掉 我請告訴大家 各位 生命更好 用多少去換回來 各位你看看 一個女兒子 娶得這麼大 我旁邊那多少 知道嗎 五斤的米 五斤的米 一個女兒子 娶得這麼大 不管是要用做母做幹 五斤的米 那你想想看 在當時候 那個時候 出得起這個米的 這些人 是不是為負不良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 你的女兒 你心頭上的一塊肉 就因這麼簡單的五斤米 就被賤賣掉了 你覺得你的女兒 你的心頭肉 他的下場是什麼 我們可想而見 我們可想而見 我們想得對 甚至 那時候的李培基 又去跟 出現在就 親身跟他講 他也是論理說 戰爭比較重要 好 有一個 我要請教各位 最後是誰 解救這些難民 來我們來想想看 是誰解救這些難民 我會講 就是日本人 我說的這些東西 都是有歷史依據的 這不能歐白說 當時候 日本跟中華民國 是不是在打仗 對不對 一個將軍 開放軍糧 拯救 河南省的難民 當然那時候 有很多 反恐 反對 他說這樣最好啊 我們要打 要做什麼 這樣最優勵啊 我們 不費摧毀之力 就可以把他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打勝仗啊 那個時候 這個將軍怎麼說 他說 戰爭 是國家 跟國家的事情 跟白生 怎麼樣 沒有關係 竟然他們 他們是難民 他們這麼可能 我們應該怎麼樣 要幫他援助 要叫他 這就是日本人 南京事件 其實就是所謂的通舟事件 在中國 一個叫做通舟的所在 你走東西 很多日本人 住在那裡 中國人 國民黨 你們相片看到的 其實就是什麼 那裡都日本人 日本的照音 日本的孩子 所以你看到那裡相片是真的喔 只是被變造掉 那叫通舟事件 國民黨做的事 嫁禍給誰 日本人 我們再來喔 再說到我們最了解 最清楚的 228事變 我相信這兩天都有 聽到 大概有看到嘛 二禮拜四驚 我們都知道 在延平坡 因為 販賣失焉 的問題 引起到 整個一連串的事件 其實到整個 二月底的時候 其實 我們怎麼說到 台灣人經過日本人 會把我們通舟了後 其實我們是過到什麼 很有制度 很有追蹤的行為 所以說 在二月底的時候 我們本土台灣人 就自己怎麼 造成一個 自衛隊 這自衛隊不是要 荒恐喔 是為什麼 維持交通的秩序 維持秩序 當時那個時候 行政長官公署 就是這個陳里亞 他發電報給蔣介石 他說喔 台灣現在 叛亂 當然是有別人去跟蔣介石說啦 說阿沒有啦 這個事件是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已經平息下來了 可是我告訴各位 這個絕對是有條件 有計畫 要屠殺本土台灣的精英 蔣介石不聽耶 他派 欸 二十一軍 二十一或三十一軍啦 派軍隊 直接在整個 基隆港 登陸 上岸的時候 他沒有第二句話 因為那個時候 買頭時有很多工人在 做工作 他上岸 就開始怎麼樣 大家開始怎麼樣 掃射 開槍 所以我在那些人買頭 那是哀鴻騙野 他有給你說 給你改歲的機會 給你荒空的機會 都沒有耶 就台啊 還有後續喔 我要拿日本人 跟中國人去對照 我們來對照看看 當然是 這是過期的歷史 我只是把歷史的真相還原 讓所有人知道而已 因為現在十分了 我們來 我們來休息十分鐘 那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下一堂課好不好 我們等個十 十一點二十 就回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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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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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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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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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